大家好,我是范陽奇太陽能發電的主持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卡車配置太陽能板 它輸出的電壓跟電流到底是怎麼樣來配置的 那一般的太陽能板大概是寬度大概一米 寬度大概高度大概是一米六 那放在車頂上可以放四片 大家來看看我們的安裝的一個樣式 這一台卡車總共裝了四片板子 二乘二總共裝了四片板子 那車頂上這四片板子的發電量到底是多少 那我們到車子裡面來看一下 小心 跟著我進來 現在車裡面很亮對不對 現在是晚上的時候了 那四片這樣能把透過這兩條電線 透過這兩條電線進到我們的主機 進到主機 然後透過這個呢 再進到我們的控制器 轉出來的電 再儲存到我們電池裡面 這四顆電池分別是12伏 11伏 12伏 12伏 四顆電瓶 儲存在這裡是24伏的系統 但是我們輸出的電壓呢 可以透過這個變壓器轉成110 以及220伏的電壓 所以我們可以可以插110的電氣 也可以插220的冷氣 另外如果我們在野外的時候 我們有這種不鏽鋼的這個水壺 也是可以插上去使用 一般的太陽能系統 沒有辦法使用這種水壺 因為這種水壺的電壓比較高 電壓是110瓦的 可是這種110瓦的 我們這台主機就是可以使用的 這台主機它最多可以使用到 4000瓦的電子設備 電氣設備 比如說冷氣 或者這種煮水的水壺 所以如果各位你想要安裝這個太陽能系統的話 它其實主要的設備就是四片板子 變流器主機 控制器 這個開關 變壓器 還有4顆電池 那4顆電池可以裝到8顆電池 那冷氣在我們夏天的時候 現在這個5月多的時候 四片太陽能板都可以驅動冷氣的使用 只要太陽出來 統統都可以讓你的冷氣維持這個車廂的溫度 所以我鼓勵各位 如果你有卡車或是遊覽車 你可以改裝這一套系統 讓你們的太陽能系統可以完全供應的冷氣 以上是敗洋期在新竹為你做的特別報導 請問一下 請忍一下 你關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